我剛剛講到的這個地方 表單做出來了 那要讓它秀出來 可是那什麼時間點秀這個表單呢? 那之前會想說 我們看用什麼在哪裡呢? 在這邊建一個按鈕 比如說在這邊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圖案 圖案裡面比如說在這邊 在一個圓角舉行 我前面有講過啦 或者你開發人員裡面這個表單 這邊也這個也可以啦 結果結果也是一樣 用這個好了 插入圓角舉行 好了,那這邊 這邊 比如說讓它跳出什麼呢? 這個改一下顏色 隨便選一個 那一樣編輯文字 把它稍微置中一下 置中的話這邊上一下 垂直跟水平 比如說 叫做排序好了 排序工作表 OK 好,那裡面的話 按右鍵 讓它選指定去期 可是指定去期 你會想說 欸? 搬移工作表 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按下去 就直接搬移了 沒有選項 怎麼辦呢? 這邊就變成怎麼樣了 就要再建立一個聚集 所以前面也有講過嘛 就是說我們如果 這個地方要呼叫那個表單的話 還要再制定一個聚集 那制定聚集的方法 直接開啟 Module 1 在這個搬移表單的 Enter Sub下面按一個Enter Sub一個 比如說呢 叫做 比如說啟動表單 然後按一個括弧好了 按一個括弧 Enter 這樣就會多一條線 如果你Enter沒有多一條線 那你可能你括弧沒打 自動會增加一個Enter Sub 那這一行其實非常簡單 叫什麼呢? 怎麼樣啟動表單呢? 然後呢? 啟動表單呢? 其實非常簡單 前面等於是做個複習 如果要啟動它怎麼辦呢? Home 因為我那個名稱 表單名稱叫Home 點 Show Show就可以了 S-H-O-W 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按一個空白鍵 好 這樣子就會Show出來 所以等於多一個聚集 多一個步驟而已 那我們到時候在選舉聚集的時候呢 就選啟動表單 這個聚集就可以 所以回到這邊的話呢 這個就按右鍵 可以有個指定聚集的功能 然後呢? 啟動表單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下去 就可以選擇哪一個 由小到大按確定 但是你會發現有個問題發生了 因為呢 我 這邊 由大到小 我又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 我在按鈕的時候有個問題 這個也是工作表的缺點 如果說你今天呢 放在其中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假這個 假如說這個工作表怎麼樣呢? 跑掉了 它就跑到後面去了 假 現在變成在假 所以它 變成它沒有辦法固定在某個位置 除非說你再去點什麼呢? 點另外 點其他的工作表 點再 點這個吧 我剛剛是放 假裡面 才有這個 才有這個 那變成你的操作方式就會受到限制 受到限制 那另外除了說這種方式之外 我們前面講過說 當檔案打開的時候也可以啟動 如果第二種就是說呢 當檔案打開的時候 我就要執行這個表單 這個表單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第二種方式 第一個是按鈕的方式 這個可是按鈕會受到那個工作表的限制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當這個工作簿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找到 this workbook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什麼呢? workbook open的一個 這個事件 那workbook open的意思就是說呢 當我的表單開啟的同時 你會執行什麼樣的聚集或者程式 那這裡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在這裡輸入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啟動表單 後面就是把這個 這邊有個叫啟動表單 複製起來 然後在this workbook這邊 open去call它就好了 這樣子 當我開啟這個表單 這個檔案的時候呢 它也會把表單秀出來 來吧,試試看 關起來 關起來的時候呢 記得要儲存 如果沒儲存的話 剛剛就白做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再來看一下 我剛剛的範例在這裡 好 啟動那個剛剛這個問題15的 這個打開來 打開來的話呢 它就會自動 有沒有 open的時候呢 就自動啟動了 好 那這個方法是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可是有些人呢 還是會覺得 我不要一啟動就啟動的話 接下來還有第三個方法 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喔 直接可以在哪裡呢 假設我今天想要把功能放這裡 可不可以 在這裡啊 因為這裡就不會受影響 第三個方法就是說呢 我假設我要安排一個按鈕在這裡 你可以這個箭頭有沒有 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這邊呢 其他命令裡面呢 就會出現 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 這工具列就是它 預設保留給我們家的 那我只要在 自訂命令這地方呢 找到什麼呢 找到聚集 就會找到什麼呢 啟動表單 請你把它新增進來 按一個確定 啟動表單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發現 上面是不是就會有一個什麼 啟動表單 按下去 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第三種方法 那第一種方法 會比較容易受到 這個工作表的限制 那第二種方法是 它一啟動就開起來 第三種是 它直接就在上面多一個 這個按鈕在這裡 那各種方法 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其他按鈕這個地方 記得找到聚集 把它加進 當然如果你要刪除 就只要移除 它就可以了 這裡的話呢 你們試試看 剛剛的這幾個方法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對 新增那個 指令表單在上面 對 它那個都是頭號 可以動作是表示嗎 它預設是不行 對 預設是怎樣 好